好了那么我们继续要组装这个架子 油漆呢它干得非常非常快 一个晚上就干掉了 然后并且它也没有什么味道 所以它这些油漆确实质量会不会好 然后呢我们现在开始组装这个架子 从最底层的这个 从最底下的一层开始组装 那么我们就开始把这个 这是我的一个用掉的 一个就是切下来的一块废料 但是我觉得也不用把它浪费掉 所以我就把它多加了一层在底下 那这个刚好它是一个1英尺长 所以呢就加到最底下 下面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钉枪 和这个空气压缩机的使用方法 我这个钉枪也是刚刚看了一下 研究了一下 它应该是这个地方有个档位 你可以调的 所以你想要打深一点浅一点 就可以调这个 因为这也是卖那个枪的老头告诉我的 我想起来了 然后换这个枪的这个钉子 你就是把这个东西拉过来 拉过来卡住之后 然后就往后倒 这个东西往后一推 这个钉冰就出来了 出来的就可以换 那我们现在呢有 1.25inch 还有1.5inch 然后有2inch 还有这个应该是3inch 那我们现在呢就先用这个 我们今天准备用这个1.5inch试一下 这是我新买的这个1.5inch 然后把它放进来试一下 要把这个尖朝下 这个口头朝上 然后把这个尖飞进去 然后把这个线顶上就可以了 这样应该就可以了 然后呢空气压缩机呢 就跟它这样连起来 这样就连上了 连上了之后呢 我们现在把空气压缩机 然后空气压缩机它其实是这样 这里是个开关 然后呢这个地方有一个放气阀 你用完了之后可以放气 然后底下还有一个放气阀 不用了的话可以比较放气 好像它也没有什么特殊的 就是把它养成垫 然后开始它就开始充气嘛 充气可能它会声音好大 我来试一下 叮上了 这会叮上了 还不错还不错 对不对 这会有饼 wishes 好 定下一点 这饼 吃点 好 好 不怕 你會拿來 我去拿去 我去拿去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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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麼大片呢 這個東西好麻煩呀 現在這個就已經很結實了 我每個上面打了四個瓶子 應該是很結實 再打什麼也用 那我們現在最底下的一層 脫板就好了 然後我們打這個麒麟槍的時候呀 這個空氣壓縮器的壓力 也不能太大 因為剛才我一直開著沒用 它的壓力打到了100 打到100 它就自動停了 然後我就直接用了100的壓力去打 然後你會發現 它就直接把這個木頭打裂了 你看這個木頭就直接被打裂了 那打裂了這種就不能用了 這樣的話 它這個用兩天這個就裂掉了 然後所以這一部分就要 就要截掉 那這個就不能用了 所以這個 空氣壓縮機的壓力呢 要在60左右才可以 不能太高 我現在都會用7點槍 我現在都會修7點槍 這東西卡釘了 我打了半天都不出釘子 然後我就發現 我就猜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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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己搞出來 你看 我從那個頭裏面把這個 有個釘子卡的這個槍頭 然後呢 我就把這個 槍頭自己打開 打開之後 然後拿一個這個 尖尖的東西把那個釘子給抠掉 多厲害 現在7點槍專家 你看這個拖板底下呀 都是非常結實的 我在底下做了一個非常穩固的一個 一種承托的 承托重量的一個支撐架 那我們現在4層的這個板子 已經全部做好了 就補了點漆在這個釘打釘子的地方 然後我們就現在等它這個油漆乾掉 再進行下一步 現在我們的材料呢就都齊了 四層板子 然後還有這些腿 那我們現在就把它們組裝起來 好吧 一個優點 也會把裡面的形式 放下 到前面 部份 然後 而且 整齊 用來的 只要 是 那么现在我们这个木架就全部组装好了 它这个不是很完美 有很多瑕疵 有一些歪歪扭扭的 但是它其实很结实 你看它虽然说是 虽然说是这个地方有些歪歪扭扭的 但是它就是 你看它动起来它是非常结实的 它不会倒 你看你这样动的时候 它都是很结实的 它不会倒的 然后跟我们家这个大门 这颜色也是配套的 就还可以咯 这个尺寸比较大 这个尺寸是4英尺乘4英尺 这个底下的尺寸长和宽是4英尺乘4英尺 高是5英尺 所以呢整体来讲 这个还是蛮大的一个这个架子 那我们就可以往上摆菜摆花了 你第一次做嘛 就算是成功了 这个时候我们把后面的这两个长板子 固定到后面 然后再装第二层第三层 就是第二层第三层都靠到这个后面这个长板子上 应该就不会出现这种歪歪扭扭的情况了 但是我就是失误了嘛 我把前面装好了下去装后边的这两条板子 然后在装后面的这个板子的时候呢 它就对不上了 所以我就只能是硬扯 扯那个前面的板子靠过来 所以就把那个架子扯歪了 所以说但是你又不能拆了 因为拆下来的话 那个木头就全部都烂掉了 用枪铃打的嘛 所以就只能这样了 但是它还是挺结实的 它并不会倒 它只是歪了 那么现在我们把东西摆上后 你看其实还蛮好的 它其实很结实 上面这些都是我做的一些液体肥 液体这个酵素 水果皮酵素呀 还有一些什么其他的各种肥料的酵素 然后这种就做液体肥嘛 然后下面有我种的西红柿 西红柿苗 然后还有蒜苗 蒜苗刚开始发芽 然后还有葱 还有这小碗里种的是辣椒 在育苗呢 蒜呢我们就吃蒜苗 已经长很多了 这是一周 种了一周 那再过几周 估计就可以吃了 整体效果其实还蛮好的 就是丑了点歪歪扭扭的 但是它不影响它这个使用 虽然歪歪扭扭 但它不影响使用 它并不是不结实 还可以哈 一定要用 放进去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